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錢的價值 大家每天都拿著銀紙 銀紙你看到這張 我想大家銀巴一定有了 十元 十元現在是叫十元 究竟十年後 或者二十年後 或者五十年後的十元 會變成了什麼價值呢 例如這一張人民幣 第二版人民幣 他當時因為第一版人民幣 引得很粗糙 而且金額你引得很大 即是出到一萬元也有 是嗎 是啊 一萬元 那時一萬元現在多少錢 不是一億 不是 後來他出了第二版 就取代了第一版人民幣 第一版人民幣就回到一萬元 他就把幣值縮小了 方便流通 而且他這一張 當時因為他和蘇聯的關係好 他都想製造一些有質量的策子 可以流通的 防禮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一張其實就是蘇聯 當時蘇聯的任制 蘇聯會中文嗎 那他們會合作的 是 教他們怎樣做 我想問一下這個是幾年 1953年 這個不是很遠 這個不是很遠 但這張是很貴的 為什麼呢 是啊 這張是很少 即是最大的面積 如果是1953年出的第二版人民幣 10元是